有人能看到我嗎 哇 今天開的直播是驚訝 真的假的 還能看到我嗎 真的能看到我耶 我是隨便按了一下 不小心開了一個直播 我真的是 我隨便拍的 因為我剛又休息了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就不想玩手機 就想開個直播 待會兒繼續 待會兒就關了 我好堅強 對 因為我 嗨 我跟你說 我要出去充個流量等我一下 好的 我充完了 不是 因為我跟你說 在一個小時之前 半個小時之前我充了一個三塊錢的流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充 然後充完並沒有用 因為 根本就沒有辦法 就是還是沒辦法開直播嗎 剛才不是網不行嗎 然後發現過了十二點了 我又得再充一次 所以三塊錢浪費了 浪費了我三塊錢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沒有辦法 對啊 可是我 我不是好執著 我是 嗯 就無聊 我 我排 我跳了一樓就坐著休息一下 然後我剛才他們點了水 檸檬水 超爽 你知道排練完之後 奧布爾跳完舞之後 超爽 好驚訝喔 今天 咖啡活動 咖啡廳活動 我買一百杯奶茶 我還想說 因為我想說 不知道是什麼 一百杯奶茶 然後沒有想說 全部都派送完了 原來今天來了那麼多人 還好 然後天天他給我拿了 他他自己 他留了兩杯 就一杯我的 一杯他的 我本來最後想 看看外面 不是還剩幾杯嗎 就一兩三杯什麼的 我說 哎要不然我去拿一杯 出去 哎沒了 啊 今天這身啊 就 今天這身 其實我今天 還帶了一件 連衣裙白色 然後想了想 算了 有點 有點活動不開 然後就穿了這件 比較方便的 就是有點大啊 這個褲子好大好大 不是 不是我太瘦了 是褲子太大了 嗯 你們都不敢摸妹妹 不過妹妹還是挺怕的 她不肯出來 因為人太多了 主要是 哈哈每次都是 所以每次走的時候 來個機場 我們跟他 哥哥偏我 哥哥說 哥哥說 給我 給我一個多小時 還不到一個小時 就說時間到了 因為我之前 申請了兩個小時 我申請了兩場 結果他說 然後就沒有回應我 然後就說 可能只能 我說申請兩場 我可以連續兩個小時 她說不行 那好 我說 那說 最多給你一個多小時 然後 今天都沒有一個小時 我的直播都沒有一個小時 但是我準備的歌 就剛好差不多一個小時嘛 本來還有話要說 都沒時間說了 對 今天還最後一首歌 是給我們總選單 打了一個 就是 打 別不是說打廣告 就是推銷一下 哈哈 大家喜歡那首歌嗎 對 那首歌真的好聽欸 當時 對我安利一下 總是因為當時 我錄那首 那首歌的時候我就覺得 哦 聽你的歌 味道挺不一樣的嘛 然後就 哎還挺喜歡的 你知道這些伴奏都是 找 哎 然後是我們自己的伴奏 對有出伴奏 你們不選歐洲宮廷 像我因為主要是我這幾年一直拍的都是那種小清新風格 所以說實話我還蠻期待到魔幻宮廷風的 然後今年居然不是 因為我沒有拍過那種就很還蠻想嘗試一下 然後今天又是小清新風 主要不是主要是自己沒拍過 對就想去那不就是拍不一樣的東西嗎 你看我們去年對風格是挺好的 我就是想嘗試不一樣的而已 嗯 你看我們的衣服就是小清新 是 好呀 但是一直都是小清新 容裝信仰可真不是 對 對對對 那種歌特 對 那種歌特 我就選那種 我好選那種 Lolita 歌特Lolita 我好喜歡真的 真的 我在喝檸檬茶 我就是 對我正在考慮 他們那些都要預定的 就是我看 菲菲他們都是在那個謀報裡面就是 預定啊 預約什麼的 然後要很久就才到貨 什麼什麼的 所以 但是我又對那種東西又不 又不了解 我又不知道 哪些好 哇我上次去羅可家房間 我的媽 太可愛了 公主的房間 我覺得她可以開個店了 再發房間 我隨時去 我就可以 對我 我的每次可愛的衣服都是找她借的 哈哈 比如說那種小裙子也是她的 就是比如說她短裙之前有向她借過 然後 幾個月了到現在還沒還人家 然後每次見到說 我說回頭我還你啊回頭我還你啊 記得來找我 然後 每一次都沒來找我 然後我們就幾個月 那個裙子都幾個月都在我那兒 就有一次很久了 就有一次好幾個月前了 嗯 哈哈 對 每次回頭找我 啊我 每次見到她我都會說句 哎呀你的裙子還在我那呢 你記得來找我 回去我還給你喔 結果每一次都沒有 然後每次 咱們倆都忘了 那時候每次見到她我就記得 一走了就拜拜了 我們馬上沒有吃東西 我忘了 我真的是忘了 忘了一乾而且 沒有但是剛才隨隨便便吃了一點 他們就是大家買了 OK 對對對我每次都很主動的問她 但是我每次回去都會忘 因為她也沒有提醒一下我 然後我就更忘了 好我今天有穿過她很多裙子 沸沸的 沸沸的裙子都挺好看的 只要不是那種少女風調的 她很多裙子都是那種 很適合她的風格 就不是粉粉的 藍藍的呀 就是那種素素的顏色 我就覺得很適合她 會 當然會大 因為會大會長啊 因為她骨架會比我大一點 但她很收 我要去那種量身定制 鬧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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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鬧鬧的她 你不覺得鬧鬧風格跟我不太一樣嗎 她的都是那種賊可愛的東西 不是就是太可愛了 她風格上跟飛飛的有很大的區別 我更喜歡飛飛的那種風格 對 就不是可愛的 是有帶一點 怎麼說 親屬一點的感覺 喊住了嗎 沒有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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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特別是跟我走在一起的時候 她在跟我看完電影說 她說 我覺得我現在跟你走在一起 我覺得我整個人都 就是那種 啊我說為什麼啊 因為我現在穿得很 啊我說不會啊 我說我才是你看我 我說我也是那種風格 哦 沒有講怪話 哦她說她鐵鐵的說錯 我說鐵鐵的 說什麼鐵 哈哈 鐵鐵 不是 鐵鐵的是哭就是你看 嗯 鐵鐵 不是一個意思吧 特地笑 啊 這樣吧 意思就是說不要中性 意思就是中性的意思 侮弓 嘴 鍵鐵 就像他风格怎么都变了 他以前是女人味 他没有变 他一会儿女人味 他一会儿那样 我都不知道你看 你看现在整个这下打了那个嘟嘟唇 你们知道嘟嘟唇是什么吗 就是嘴巴特别丰满 如果你嘴巴很薄 你就要去打个嘟嘟唇 然后他就会变得很丰满 我现在这里就像打了一个嘟嘟唇 嘿嘿嘿 呃就肿了 明天上工业就肿了 太疼了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很奇怪 我觉得我觉得是被虫是不是叮了 哪个虫给我亲了 因为我不可能 那为什么 不是一个 我昨天晚上还没有 就今天早上起来 那时候就突然 哦化妆那时候 我突然就觉得我自己有点痛 然后就看了一下 然后到我化完 到我化妆那时候他这里就肿了 那一整个 好痛 真气死我 你看 你看 就是起了一个包 你没有看错 就是起了一个包 对呀 我觉得是不是蜘蛛啊 因为房间里面肯定有蜘蛛 不是 嗯 妹妹 不是妹妹干的 昨天晚上我在 我在房 我在沙发上睡觉 妹妹在床上睡觉 反正我早上起来看她在床上睡觉 我以为她是 我才知道她不是为了喜欢跟我睡觉 亲近人 而是 而是她就是想睡大床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睡大床 哦睡沙发吗 是因为我睡我的床的时候 她不是一个晚上在捣鼓吗 我就很烦 她老是跳来跳去 串来串去把东西搞得滋滋想 然后就把我弄醒了 我就开始失眠 失眠 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就一直在我 在我的被子上串来串去 她突然从床上飞上来的时候 肚子被她柴了一脚通了 然后就很崩溃 我本来就有点睡眠不好 她就晚上经历特别好 又在里 而且大半夜在里 吃的咳咳咳响 她在里吃 吃她的那个 猫粮 我就 我就忍了 算了 我气得我要死 我就直接把被子搬到沙发上去睡 然后我把自己裹 对啊 我就跑到沙发上去睡了 昨天晚上就在沙发上睡 然后呢 好啦 我在沙发上睡了 那我是睡了好了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她在抓我什么的 然后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安什么的 要让她早起来 起床 我习惯性看她也嘛 我起床我就去看一下她在哪里 原来她在我床上睡觉 原来她不是为了捧我的脚 她是为了霸占那张床 我找到了 我找到原因了 以后她搞到我 搞到我就是睡觉的话 我就 我以后就要睡沙发了 我就让她了 别说了 沙发 说实话沙发 我的沙发比我的床舒服多了 就床我有点没有安全感 我就空空的 沙发小小的 我就包着她 我就很舒服 就 就抱着被子 就 床算一米二 但我很没有安全感 不好意思 就在上面睡 我就觉得很空很空 就 很空 我就只能睡沙发 冷啊 我沙发很短嘛 我睡上去肯定 脚很长嘛 你知道我比较长 然后我一般 脚就搭在那个沙发 那个 靠枕上 靠 真的长 我就多出来 这沙发那个梗 那个 扶手 我的脚是这个 我是脚 然后这个出来这么多 真的 我的是这样睡的 睡觉循环 这样还可以利于我的 对吧 回流 睡觉回流 你信 你必须信 这很舒服啊 不过其实我睡觉 喜欢全说 全把自己说 缩起来 真的 她不是喜欢过我睡 不是为了喜欢啃我脚 她就是想 睡大床 很生气 那睡我的床 就很过 她不让我睡 每天都是 唉 我 可能是 我知道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把脚放起 就是 因为我脚放在被子里面是缩起来的 我要把脚放出来 她 她就觉得我在占了她的床 所以 所以 所以她在 你知道为什么啃我 是因为 不可以超过她的区域 那是我的床 就只要我超出来 她就开始啃我 一定是这样子 我现在了解到 因为她真的不是为了啃我脚发现 觉得 要不然 如果放到被子里面 她就会啃 可是我拿出来 为什么她叫啃呢 她就是 就是觉得我正在她的位置 太惨了 太霸道了 是吧 是吧 我和我的祖国 喜欢哪一个 故事 我从头到尾 我都很喜欢 我中间哭了 我中间哭是因为一个小朋友 就是我她看电视的那个女排 嗯 那就然后我就 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就是 对啊 对吧 就是那个奥东东 我就是从那里开始哭了 我眼泪 就开始流了 就开始哭了 嗯 她总共有好像有五个故事 对吧 我就喜欢小孩子的那种 纯真那种 懵懂啊 天真那种 那种感觉 就 看到她 我就觉得 未来充满希望 很有潜力的那种感觉 哭了呀 我们俩都在那个地方哭了 哦 难过啊 我都看了 我看 我看了 我觉得故事真的好长 不是我每次看到那个故事 我就 我觉得我还没看完 怎么又下一个故事了 就是那种 哎呀我还想看下去 就是想一整个都看完 没有了 中国机场是 真的也很好看 就会让你 就会让你哭 而且是那种哭 就是那种哭 你怎么还心疼的那种哭 就是那种感觉 嗯 都挺好的 其实 真的 每一个 每一个故事都很好 今天电影院 我不是坐最边上吗 我们没票了 我们坐后排的最边上 两个 那个电影院 超 其无敌大 我们在天鹤城 那个飞扬 那个电影城 看的 真的 真的那个 超级多人 真的 我就感觉我在 看演唱会 似的 我第一次去那么大的 那么大的电影 那个 劇院 对他两个的 Oho 以前 Oho以前快乐男生 不是第三吗 以前是我的首推 对 真的 我特别 我特别觉得他唱Rap 唱唱那个 嗯 他怎么还拿到第三 嗨 不是第二吗 我记得是第四 诶 哦 他可能是 哦 他可能是第二 我忘了 我一直觉得他是 我忘了 我忘了 太久了 太久了 反正我 反正我 你们真知道 哎呀 不是 哦 第三可能是上 在总决赛的前一个 因为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我不是假推 我真的不是假推 我那时候 当时 听他们唱歌唱 那一年的时候 哇 我 你知道我是记不住的 就比如说 哎呀 你就是那天大便是也是这样 真的 我不记得 我忘了 不是 那可能是 哦 不是那是因为 他有 就是在总决赛之前 我没有解释 他就绝对拿过第三 肯定的 对 然后后来常常才到第二了 我觉得他 算了不能觉得 在我心里面 他可以是第一 因为我觉得他挺好的 唱得很好 还有那种feel 哈哈 有没有第一的粉丝 我不是这个 都在我心里面 哈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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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 哎后来 因为以前嘛 就看到 看到男生的时候很就没 就是当时挺关注的 但后来就 再也没有消息了 而且 他好像是 那个什么学校的 在广州的艺术学校 我也知道 然后 因为当时我也在广州念书嘛 然后我有同学 在那个学校嘛 然后说 然后就有提到 然后知道 就了解一些 然后 对然后后来 最近发现 好像他转型 到演员了 也挺不错的 我觉得他演技也 还蛮不错的 有意思 哎呦呦呦呦 还管他第二还是第三 在我心里都是第一 哈哈 对 嗯 神思绿静 不不不 我当年还挺 挺挺 喜欢的 因为当年快乐男生好火呀 我一般的是 那后来快乐女生也很喜欢吗 哦超级女生 后来是快乐女生吗 哎呀不知道了太多了 搞忘了 对 是现在 现在我又不追心 我自己都累 快乐女生 哎呦也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届 我都忘了搞不清楚 这次仿佛就在去年不是 嗯 快乐女生还蛮多的 哦有 我当时肯定你们不准 肯定你们不是很了解 我当时挺权静敏佳的 他就没有拿奖 后来被淘汰了 在我心里他挺厉害的 没听过 因为他是后 他在多少强的时候被淘汰的 哦我觉得他唱的特别好呀 啊超女 哎呀不知道是超女还是快女 忘了 嗯 然后后来其实都没有怎么看 我选另一个 This is this is Monica 谁能代替 Lady way 那个第三 他才是第三 是不是没错错吧 哦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苏妙明 就是他 我就很喜欢他 我特别喜欢他 那一届我非常喜欢他 啊我不知道他第几 随便了 完了我就特别喜欢他 搞完了搞完了不好意思 他说不是第三 我也不知道第三 我也不知道第三 不好意思 因为在我心里面 我就觉得他就是第三 因为 哇这个歌好好听 他的那种feel就是我喜欢的 当时就 我就很喜欢 哦还有那个段 那个段什么的 忘了以前的记忆 段的那个我也很喜欢 段灵熙 唱得特别好 段灵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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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是他聊特性 因为那个因为苏妙凌 她说过一句话说 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梦想实现了呢 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 她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嘛 然后当时参加快捷超女 然后后来就一下子 一下子引入了很多粉丝 然后就很多人喜欢她唱歌 就比如说我也喜欢上上叉唱歌 然后她就说那个话之后 那时候就对我 启发有点大 就是我那时候特别容易 就被启发到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对他学会记得 对我还记得他短头发 嘴巴笑起来有点 哦红尘也是 我知道他 哎呀那些都是我的记忆 回忆 对啊苏妙凌真的很可爱 贼可爱谁看了不喜欢 不是主要是太久了 羊羊是真的好看 我当时真的特别喜欢你 特别喜欢苏妙凌 你当时还到就是看了大 哇人家都在参加超女啊宽女啊什么的 就觉得哇 那时候我早就有那个想法了 为什么我那么爱看 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有那个想法 哈哈 然后就从来就没有去参加过 对我后来就参加了四八 如果我参加超女宽女 早就被刷下来 那我肯定不行 那时候没有 还不会唱歌 我很喜欢唱歌 但我 我还是有点怕的 但我内心的那个 那股劲儿 那股热情真的 我特喜欢 比现在还要喜欢 我那个时候 喜欢音乐的那种感觉 哇 多猛烈 现在主要是工作嘛 因为事太多了 你有时候虽然你喜欢唱歌 但是 嗯 就你很多事儿 你工作一多起来 你就顾不上 以前是因为在学校 你在学校平时的时候 你都 很多时间 空闲空闲时间都留给了音乐 但在这里 你很多时间 你不止 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 然后 去投入做一件事情 主要是其他事你也得做 太多别的事儿了 各种各样的事儿 以前 以前无忧无虑的 追随着自己的梦想 现在 好多烦恼 不停烦的 是这样子的 我是怎么知道48 48是 我我就 就想成了明星啊 想成了歌手啊 你们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每天在 哦 还没上班 啊 哦 那个时候 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我觉得每天都在 搜 哎呀 就是搜那些唱歌比赛呀 什么的 就哪里招人啊 哪里有什么唱歌的呀 就跟我以前有个视频是一样的 真的 我不是参加了一个学秀视频吗 就是那样 那个视频也是那样来的 那每一天都在找 到底哪里可以唱歌 怎样才可以当上明星 怎样才可以当歌手 每天非常憧憬你知道吗 对这种事情非常关注 每一天都在搜 对 所以后来去学唱歌了 我就 我在想老师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比赛的地方 可以介绍我去啊 然后跟老师几年 老师也没介绍我去 可能自己还不够那种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吧 对 怎么还要介绍我去 因为老师之前也会去 我的老师之前去当很多的评委嘛 然后我就 至少我想说 可以去积累一下经验 对 然后我就从来没去过 后来有唱个比赛 还是我们学校 学校里面的就是 校友 就是说一起去 我才跟他们一起去 来到48 发现不仅是唱歌 是啊 来到48唱个跳舞都不算什么 抗压能力要强 承受能力要强 唱个跳舞完全根本这种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根本不能把我打垮 信念 对 MC也不是什么 信念 就是很多舆论啊 就是有时候你没有了事 他就突然到你身上那种 你也没办法 就是吧就是那种感觉 嗯 对 然后你就得自己 嗯自己消化吧 对 对啊对啊 是 在哪都有这种是 对 是啊自我消化成电 嗯 不然会秃头的 这样暴躁起来 真是累 真的造谣一张嘴 只靠一张嘴 我没想到你身上ulus 特别想到你身上操我 而且你身上组织 和你身上的肋部 但是你身上的肋部 也会被骗戳 甚至于是你身上的肋部 也会被骗戳了 我可以想到你身上的肋部 留点肋部 可以把你身上的肋部 或讨压了肋部 然后找橘子 什麼髮型先生 不需要 對啊 學會無事這一切 我就說 沒必要 沒必要 很多東西沒必要解釋 好淡定 不是 對 嗯 拿的因緣棒嗎 不是啊 這個呀 這是一個筆而已的嗎 嗨 什麼正能量啊 那還必須得這樣 我只是讓自己不要太難過而已 對 螢光粉 是 所以我覺得妹妹是我最好的解藥 說她是我的解藥是因為 我難過的時候我就真的只有 就是 自己回去的時候我就只有她了 真的我每次就會 我難過喔 我就會 我會哭嘛 我哭的時候我就會 我就會 我就會 我就會抱著她哭 然後她就很治癒很治癒 就是會讓我就是很輕鬆 就整個人就會覺得 啊 那超乖的 雖然她還會把她脾氣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然後可是 她 她 她會反抗 但是 但是只要有她 在我就 我就 我就 至少我會緩解很多 就是很多壓力 就是 沒有 真的有這個時候 所以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她嘛 我真的很愛妹妹 所以 所以我會把 心情好的心情 但是不好也不是不好心情 那種是 相當於她給我的一個解壓吧 所以妹妹是個小天使啊 對 有企圖 你知道我是怎麼樣 我來一次回家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 啊 妹妹我好難過呀 然後就抱著她 跟她說話 反正她也聽懂 反正我就抱著她 抱著她在床上哭 真的好笑 就是解壓的其中一個方式 對 真的 真的 好慘 那就 跟她妹妹說 對呀 因為她 身經病妹妹 對 挺好的 養貓不知道啊 她罰我就罰我吧 但是我 罰我也沒關係啊 但是 嗯 嗯 我已經不在乎那些東西了 我只在乎我跟她的羈絆 哈哈 雖然我跟她才 才 待一起 欸 多久了 我去年的時候 去年那個時候買了它 差不多 所以就 挺久了 真的 不到一年 對 其實因為中途有在別人家生活 沒有兩年 哥 不到一年 她都兩歲了嗎 哪有 她一歲了 但是陪在我身邊沒有一年 其實 對 妹妹是無可取代的東西 雖然有些人不喜歡她 就是 老是有人說她醜 或者說什麼 脾氣不好啊 其實 你對她好一點 她脾氣超乖 對 對 對 嗯 妹妹的生日公演 沒有生日公演 沒有生日公演 哎呀 我哪哭啦 我沒哭 我幹嘛哭啊 妹妹啊 妹妹現在 一回來就被琉璃菲領走了 哈哈 她在那邊去跟呱呱玩了 我都還沒 我都還沒走到 我從走到那裡過來 就被琉璃菲領走了 然後 她給我戴爾還給你 然後 拎到那邊去之後 我過來練舞 她又從這裡進過來 又給琳走 她說拎上去拉 我說你拎吧 戴爾過來找你 她沒去玩了 對 妹妹和呱呱相處得很好 除了 互相 偶爾互相打一架之外 真的 對啊我今天在房間 劉璃菲的說 妹妹你出來玩 然後就把妹妹拎出去 然後她就拴著 她就把呱呱拴起來 不是給 呱呱帶了一個貓咧嗎 我沒有嗎 但她們 只要兩隻貓 進來一起的時候 她們都不會跑 對 她們不會跑的 所以我就沒有給她 給妹妹帶貓咧 她們兩個就 挺和諧的 不知道 妹妹是女生吧 是男的女的 我都忘了 是男的吧 是女的 無所謂的 我覺得管她是什麼 她是我的 我覺得貓沒有性別 無所謂了 其實都沒什麼關係 那邊是太監 不行 是公公 好 好 沒事沒事沒事 嘿嘿 哎 為什麼明天下午兩點要拆盤 那我們早上十點出發 下午要拆盤 為什麼那麼早出發 好 我一定關 嗯 我要再練兩遍 沒事 反正明天 十點出發 對嗎 對啊 明天跳Fiona哦 然後明天會上兩手用你頭 剛一直在練 哈哈哈哈 連 睡一下站位 之前不是把動作點回了嗎 那站位還要跟他們合一遍 那站位還要跟他們合一遍 哎 哦 是 畫面 狂強 狂強 我不吃到 我今晚上不吃到 開始有點卡了 可能是因為老闆直播了 開始卡了 因為大家說再見了 所以 所以他就開始卡了 因為我要練舞了 是啊明天要再做一天 好 拆盤就是 我把盤給打開 嗯 一個形式 相當於聊天嘛 一點了快去修 修什麼些 我起碼在雷電 我起碼要避解你跳來邊前 不然我就明天就搬車 畢竟是我第一次跳 我不想翻車 然後我發現了 衣服要穿原版的比較好看 如果自己搭配的話就 就很亂 但是原版的衣服又很大 就是腦吼唷 真是腦吼唷 是啊我沒有跳過的歌當然是啊 你說Fiona我有什麼歌沒有跳過 哈哈 我很期待明天 反正 對呀 我很期待明天的 我唱的那種歌 因為 是什麼感覺 因為 因為 主要是我們 後來錄的聲音 放進去都很突兀 就是 跟原版那樣子 就很奇怪 但那衣服太大了 真的 不是說 但 胖什麼 但一點都胖 但很瘦 是因為它骨架比較大 鬧鬧都覺得它的大 鬧鬧穿北格的就不會 好 怎麼辦啊 明天我穿上了 我穿上了 糾結 是啊 就是啊 不然還是什麼 我不是 除了暗中觀察 我其他部中沒跳過 哦其他都跳過呀 暗中觀察 然後就 對我今天 其實我覺得這一身很捨 但是 但是我今天穿了 明天不能穿 沒有人 有希望等一個賽任嗎 等老師安排我吧 老師都沒有安排我那首歌 我們都是老師安排的 就是 老師分配的 就是老師讓你跳什麼 你就給我學什麼 給我跳什麼 對 我都不是自己申請的 我都不是自己申請的 都是自己安排 我都不是自己申請的 明天的台詞是什麼呢 嗯 不知道說什麼 對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想讓你跳一跳 想讓你跳一跳 不想讓你跳 你就等著 好久 好難哦 我覺得 出原版 先上來搓個鼻子 要接艾琳後面 如果艾琳後面搓了鼻子 我也要搓鼻子 他不搓就不搓了 他不搓就不搓了 G隊的歌其實 不知道 一分鐘請到 謝謝 好的 我覺得 佔據有個頂跨 絕了 好難 哼 開到點兒了 還有幾十秒的餘額 是 那就是亮點 好啦好啦 謝謝你們 再見 一會兒我回回上去了 我跟你們說 好 拜拜 好明天 明天見哦 明天我十點出發 明天見 晚安 我 無法充值 好好好 我再練一會兒